大家好,我是Cindy 欢迎大家继续学习Cindy液化JDBC系列视频教程 本次课呢,我们学习的重点是 如何使用JDBC实现复杂查询 那么复杂查询呢,是相对于简单查询而言 在上次课呢,我们是学习了JDBC如何用代码实现简单查询 那么复杂查询跟简单查询 有什么区别呢?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次课的代码 上次课呢,我们发送的SQL语句是CNAF的新 from EMP 这个SQL语句呢,就是一个简单查询语句 那么什么是复杂的查询语句呢? 复杂的查询语句就是指带参数的查询语句 那么在JDBC中带参数的查询语句 我该怎么写呢? 好,现在假设我把这个改成CNAF的新 from EMP实际上呢,我这里是根据雇员的编号 来查询雇员的信息 那么EMP number等于问号就是其中的一个参数 好,一旦我使用上了参数 在SQL语句中使用了参数 那么这个SQL语句就变成了一个复杂的SQL语句 那么在JDBC中如何去发送这种带参数的复杂的SQL语句呢? 好,请注意这个地方 如果说简单的SQL语句 我们用的是statement这个接口对象来实现 那么带参数的就不再使用statement了 而是使用谁呢?叫做preparedstatement 好,请注意是preparedstatement的预编译的statement 这个statement的对象 专门用来发送带参数的SQL语句 好,它也是通过CON对象 但是请注意 SQL语句是一开始在初始化这个preparedstatement的时候 就装载进入了 装载SQL语句到statement的对象里面了 那问题来了 这个参数的值呢? 我们还是得用Java传递进来 好,stat怎么给参数呢? EMP number 我看一下EMP number在这个 Squad的账号中 它这个EMP number是什么类型的这个 什么数据类型呢? 是Lumber数据类型 好,那么我这个代码设置参数怎么设置呢? STAT.sicl int1 第一个参数是整形1 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SQL语句中 这个代参数的SQL语句中 从左边开始的第一个问号 那么第二个值呢? 则是要传递进来的参数 比方说7369 比方说7369 那紧接着 ResultSetIs等于 stat.execute query Execute query 好,因为SQL语句是事先就已经装载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在执行SQL 执行查询的时候呢 不需要再把SQL装载进去 那么如何解析这个结果呢? 跟之前的解析是一模一样的 好,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 这段代码 7369 Smith 7369果然哈 他的Elem是Smith先生 这个呢 就是JDBC如何发送或者说是如何执行代参数的SQL语句的写法 这个时候呢 SQL语句代参数呢是用问号来实现参数 那么要发送这种代参数的这种查语句必须使用的是PreparedStatement的接口 请注意是PreparedStatement的接口 然后呢 通过set某某某方法去设置参数的值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仅仅仅是一个参数哈 如果这个时候我不仅仅是一个参数哈 Elem我有两个参数 那么Stat.setStream2 Smith OK 也就是说我完全可以通过set某某方法去设置 在参数的查询语句中参数的值 好 那么出来的结果也是一样的哈 7369Smith 如果我随便改成小写的 看一下能不能查询出来 结果是没有任何数据哈 因为在Work中 这个具体的值是大小写敏感的 大写的Smith 是有值的 但是小写H就查不出值来了 OK 这个就是GDBC如何执行复杂的CQ语句 OK 这就是本次课的主要内容 同学们记住了吗 我们下次课再见